你被淼落遺留下來的 灼溪給掩住了 我只好施救於你 你病中的習慣可 行了別說了 我病中什麼德性 我自己信你清楚 你病中的姿態 可還有別人看過嗎 除了我的家人 你是第一個 又欠他這麼一份大案 但人婚迷失 也沒有資格選擇 到底誰當自己的救命恩人 那欠這個恩 只得白槍呢 這次 也算是帝君救了我 我心裡十分感激 否則怕是要交代 在姐姐當中了 但是 若不是帝君半年前 叫我帶到府羽山 我也不會落到 今天這個境地 所以 帝君雖救了我 但終歸這兩件事 我們就算扯平了 帝君你看如何 那你一直介意的 我隔了半年才來救你 以及我變成 私怕騙你的事 你還敢專門提這兩件事 不愧是帝君 真是太有膽色了 這兩件事 這兩件事 帝君佛法修得好 我如何看不過 也就是一種看法罷了 萬事皆有萬事的因果 帝君又何須追問呢 比起來 我倒更想問問帝君 方才 我是因為病了 才會不清醒地 往你身上貼上去 你推開我一次 我就不會再貼上去了 你為什麼不將我再次推開 反而還要等到我出陽相啊 你主動偷懷送抱 我覺得這件事情挺難得的 我幹嘛要推開 帝君 你以前可不是這麼講禮的人 我不想講禮的時候就不講 想講禮的時候 偶爾也會講一講 總之非常感謝帝君的照顧 給你添了不少麻煩 也不知道現在哪個時辰了 小營這會兒可能會找我 我先告辭 我記得你小時候因為走夜路 而掉進了石屋 從此再不敢走夜路 不知你仔細瞧過 外面的天色沒有 天已經黑了 這外面有人 難道是記號 你看看樣子真的是 看樣子真的是 你反應是不是過激了點 我剛剛在門口那兒看到一個人影 這個時候來找你只能是記號 為什麼他進來我們就不能大聲說話 他要誤會了你要怎麼跟他解釋啊 我為何要跟他解釋 你不怕他誤會嗎 我覺得 你對我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鬧夠了嗎 鬧夠了就乖乖躺好 我去給你端藥 我去得他 老師 我一同士 不用 彼少爺 從六湖獲得 … 男士 也在怎麼看 我先不試 在那中 fringe 帝君这是闹的哪一处 他真不怕鸡横吃醋吗 小九 你回来了 太好了 老子还以为你被巨王给吃了呢 你别喊了 你就不怕别人听到啊 所以昨晚后来又如何了 别提了 吹了 你呢 昨晚我在地道里找了你 一夜都没找到 我也没找到 不过后来我遇见了帝君 冰块脸 他也去头拼搏过啊 当然不是 只是 后来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说 昨晚帝君他救了我 我们 只是暂时同处一处 没想到后来姬衡进来了 什么 姬衡半夜去找冰块脸 好你个冰块脸 不是 假装答应老子能跟季衡来往 背地里缺碗阴的 也不是不是 你先别慌 他们俩什么事都没发生 只是 当时 我是在帝君的床上休息来着 我们也什么事没发生啊 不过让我觉得奇怪的是 帝君居然毫不掩饰 一点都不怕季衡发现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 老子就晓得冰块脸根本没有这么大度 他假装答应不干涉我同姬衡来往 岂是暗中记恨 还把这种妒忌之情发下在了无辜的姬衡身上 妒忌 意思就是他出于妒忌 要伤害季衡 他 妒忌你 对啊 你看啊 他让季衡知道 他的床上还躺着另外一个女人 这摆明了是要伤季衡的心 因为季衡同老子来往 也伤了他的心 这么看来 冰块脸对季衡也用情颇深 必须要通过这种方式 才能释然自己的情怀 情怀这个词是这么用的吗 这说得通吗 怎么说不通了 老子觉得合情合理 冰块脸越是这么对待姬衡 老子就越有机会 把姬衡从他身边撬过来 老子觉得自己越来越有戏了 算了吧 俗话说宁差时作妙 也不能毁一桩婚 你懂什么 毁成了的那不算什么 毁不成的 那才是真正的姻缘 真没想到 这秦埃之中间还有这么多 弯弯绕绕的心思 而且这些心思 还都能黄昏相扣起来 我当年没有学到一份办好 有用的本事 又想往泰城宫跑 多见见地去 只能说全靠胆子大 最后果然他都不曾留意到我 我今日方知 此几趟初有多幼稚 请不吝点赞品